好 我們今天沒有上街 這次再次拍人像 那今天是由Seal跟她的朋友帶我們拍人像 好 今天很柔幸有請到佳凱 那我們兩個算是一起踏入攝影圈的 那她專攻的就是人像 我專攻的是節拍 那我們今天會用兩個不同的觀點一起拍同一個模 嗨 大家好 我是佳凱 然後我平常拍比較多人像 或說輕血真 然後旁邊這位是我的模特萱萱 嗨 大家好 我是萱萱 OK 好 那希望我們今天有好照片 Go 我平常比較常拍的是輕血真 其實應該是從日本流行過來的 最大的一個重點是她可以跟街拍一樣 就是她不一定要有妝髮或是造型 她可以很簡單 你今天跟你的朋友或者是模特出門 就可以拍一組照片這樣 然後對我來說更多的是紀錄吧 就紀錄這段時刻 就不用像比較傳統的寫真 她可能要有比較嚴謹的方式這樣 可以一點嗎 好 這樣可以 好 這樣可以 對 我努力 對 我努力 這貓力很有事耶 好 可以 你會在什麼場景選擇什麼樣的焦段 我會比較傾向 比如說橫幅的或者是比較黏延的時候 我會希望用比較廣角的方式 就是用井帶人 因為其實 比如說三五號的人 它井的成分還是比人多一點點 所以我會傾向把人放到那個井裡面 然後去做一個互動 然後你看我 像五十或五十五這種 比較接近人雙眼的焦段的話 我就會希望 人跟井的比例是 基本上等重 可是人會再多一點點 就是 畢竟我們拍的是心血症 所以還是以人為主 所以我會 找的井就會比較多 比較大 把人放進去的時候 人會再稍微多出一點點這樣 她那個頭髮好直喔 對啊 今天很像整個就是洗髮精的在演廣告 洗髮精的廣告 然後因為廣告在這裡 所以是很好看的 然後最後是望遠焦段 就是如果要用比較長焦段的話 其實你光圈開的比較大 後面的井就不會到這麼吃重 所以人就會已經是重點了 所以你找什麼景其實 影響不大 在清潔車裡面也會做一件事 就是我喜歡把一些不齊眼的地方拍到很多人來問我說這是哪裡 像我之前就曾經在大陸聖經公園的便電廠後面 因為它光從柵欄後面透出來的樣子很漂亮 我想說就在這邊拍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一定要去很多著名的景點 因為很多生活上的小細節也是因為跟你本身有聯繫 所以它觸動人這樣 對啊 我覺得這一點也跟街頭攝影蠻像的 就是我們都是從冰飯中去擷取一些特別或是美的瞬間這樣 好像可以 像我一樣的相似他們 像我一樣的樣子 微快不能在網絡 像我一樣玩 像我一樣 打開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 那今天這樣拍了一整天你有什麼心得感想要分享的嗎 就是拍攝過程很輕鬆 然後也不會有壓力 就是大家互動的很良好 很棒 這就是清水燈嗎 今天很開心跟萱萱還有 是要跟大家一起來拍人像 然後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清血症 因為這跟這個頻道的宗旨有點像 就是這件事情可以很簡單 可是也可以做得很好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拍到這了 謝謝萱萱跟家凱一起來玩 交了我們很多 跟我們分享很多了 掰掰 掰掰 好 她也在拍板 展她 看到嗎 有 我看到她了 好 很好 你可以站在這附近就好 因為這邊是寫的 所以我想說不要離樹枝太遠 如果你要掉下去的時候可以抱一下 就站在這附近然後會 特寫臉跟樹枝 好 對 我覺得你很貼心耶 蛤 你說我先站 喔喔 就是你還有幫她 就是對 你還有幫她想說 喔 你在摔樹枝旁邊 對 不然她如果這樣疊 疊到我就可以抱一下 我覺得真的很棒 欸 她如果疊下去的話 我沒有辦法取代她 如果她是男生模特 她疊下去我就直接取代她 沒有 哈哈哈哈